赤克山茶农陈其红返乡务农十年 今年首次以山顶上的蜜香红茶 和在地特产作物小油菊花茶 参加了英国美食大赏 获得最高三星和两星认证殊荣 为台湾东海岸山脉少数产茶区 打出了优质好茶名号 前玉璃镇长龚文俊也送上饼额来祝贺 赤克山茶农陈其红返乡务农十年 今年首次以山顶上的蜜香红茶 和在地特产作物小油菊花茶 参加英国美食大赏 获得最高三星与二星认证的殊荣 为台湾东海岸山脉少数产茶区 打出优质好茶名号 那也在今年来做一个对自己的检验 看是不是有赴镇长所托 像我们到英国去跟到日本比赛 然后成绩非常的好 那也证明说我们赤克山的茶 在国际上 的确是让人家非常的光目相看 而且受到肯定 所以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律里 也来赤克山来走一走 喝一下我们的好茶 前玉璃镇长龚文俊 与陈其红一家人有深厚友情 也认为陈其红年纪轻轻非常的上进 也很有心将玉璃最优质的茶 分享给外地的游客 龚文俊亲自送上匾额祝贺 送他一个饼儿粗类拔萃 希望玉璃未来来到玉璃的这些相亲朋友 与国内的喜好好茶的好朋友 别忘了玉璃除了好米以外 还有最好世界认定的这个好茶 也生产在我们玉璃镇 玉璃赤克山与富里六十十山 是台湾海岸山脉维厄的产茶区 近年来在地茶品牌逐渐打开知名度 地方也希望透过更多农民合作努力 一起推动花莲特色茶 成为世界精品茶的代表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